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高雄现场 我是龙玉文 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有关在高雄市 有很多的委外景点 包括我们说了最指标性的城市光廊 为什么今天大家一看到我们的标题 什么叫做城市光廊门呢 当然我们指的不是单这一个委外景点 而是希望高雄市的这个委外景点 我们就把它反称就像是城市光廊一样 有委外和民间合作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的目标 先来介绍今天我们与婚的来宾 首先帮大家来介绍的是 我们高雄市议员王丽佳王议元 欢迎你 主持人以及所有观众朋友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欢迎王议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继续帮大家来介绍的是 我们高雄市议员 连立坚连议元 欢迎你 远文 还有我们所有高雄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一般安安 大家好 好 我们欢迎连议元 最后一位要介绍的是 我们在这个城市 尤其像公园委外景点当中 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个科 也就是我们工部门 养工处 我们四科科长 吴光华 吴科长 欢迎科长 主持人 两位议元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们欢迎三位来宾的参与 如果说我们是高雄人 大家关心这个城市的迈动 大家一定会觉得有一个事情 会发现到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公园里面 你交给这个面杆来经营的这些景点 是怎样就是 由于街上做好呢 到后来 慢慢好像是不是真的是景气的问题 有一点点衰退 现在我们所指标性的 城市光狼曾经一度熄灯 不过现在 这些城市光狼又专门了 带你来看这个重新开幕的VCR 城市光狼重新开幕 台客舞热当一下 新的经营团队进驻城市光狼 市长城局不但亲自跳台客舞 炒热气氛 还挽起衣袖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做披萨 土火酱汁的神情真的很专注 不一会儿大功告成 要送进炉子里咯 好 高市品质坚若韩食 好 好 可以 脚都可以进去了 对 杀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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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DIY的摇烧披萨 渴望成为城市光狼的新卖点 能够成功的将这一处知名委外景点 给销出去 市长城局的喜悦全写在脸上 很多的美食 但是要有异国的风味 所以我想我们新的经营者 他们引进意大利的披萨 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自己DIY 自己做 看起来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我想刚那个感觉是说 让大家体会你自己怎么做 那我想让希望更多的人 都到我们新的城市光狼 开口闭口都是城市光狼 捧心进驻业者的场 就会市长城局成为称职的代言人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如果你曾经到我们的城市光狼 去走走逛逛坐下来 大家对于城市光狼 以前的印象就会说 坐在那里就是你们一杯咖啡啦 不过现在 可能以前有点不像 我们也还原我们的观众朋友 尊重你对我们这里的 委外景点有任何意见 不过你觉得 如果要继续经营下去 是不是应该要加点更新的东西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卡专门 进来 咱们最后来做建议做特伦 那我们当然欢迎 我们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和我们一块来关心 我们高雄的这些委外景点 我们说假设在现在高雄 掐指一算 你要算出高雄到底有几个 委外景点呢 是不是先请科长来 帮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 到底高雄是有多少 这样的一个例子 请科长 这个部分的话 就我们养工处的 业务执掌来讲 目前包含城市光浪 就刚刚主持人所介绍的 那里城市光浪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那个爱河的自行车修器站 对 这是最新的哦 对这是最新的 那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我们品质英雄的一个 现场拍摄的场景 就是星光广场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爱河之星 那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正如火如土的 在做一个整修的工作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也是我们高雄市最有名的一个爱河一旗 那也就是从我们高雄桥到中正桥的这个爱河一旗 河东路跟河西路 所以这是两边 对这个是两边 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古山区哨船头公园 对 总共有五处 那陈主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那这个部分 陈志光朗已经在7月31号正式开幕了 那爱河自行车的休息站也在五月份 定约的完成 那目前啊 目前正在办理招商的是我们河东路 河西路跟哨传头公园 好 所以这些正在招商的 稍微问一下科长 就是这招商的结果 是相对乐观吗 目前来看是蛮乐观的 好 其实为什么会问说是不是相对乐观呢 因为刚刚我们其实听到这个 科长帮我们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 有的是以前就存在的 那有一些包括像刚刚讲的 这个爱河之星的自行车休息站 其实可以说是最新的一个要委外的地方 好 这边就要这个稍微再帮大家总复习一下 有没有人会觉得说 奇怪呢以前干什么这个 比如说圣星公园啦 或者是说生日公园啦 那这些公园为什么现在 都没有被纳入我们所谓委外的名单中呢 是不是在请教会科长 那这些地方怎么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就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不管是生日公园也好 生新公园也好 那以及以往的那个 还有什么 对 新冠工厂那个部分 那事实上这个 甚至 城市公园也一样 都是期间还没到 然后就已经跟我们市政府解除契约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分析它的原因来 来检讨的话 那不外乎说 它的 产商经营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那个悬点的那个问题 是有问题的 那在以往的 我们市政府所委外的一个模式 那强调的就是我们权力金 收越多越好 然后厂商 维护管理的面积越多越好 那事实上在景气好的时候 那这些部分的话 那厂商付出这个都是OK的 那事实上在营运 景气反转的时候 那事实上这些东西都会造成 厂商非常大的营运的负担 那这也是厂商不愿意再经营下去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好 其实听到这边 相信我们科长已经非常 巨细免疫的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 这些委外景点的现况 好 刚刚听到我们科长这么说的话 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任何的一个意见 包括就是这些委外景点 够不够多元化 或是有创意呢 我们都欢迎大家打电话 进来后面一块来讨论 我们刚刚讲了 听完我们科长的说法之后 先请教一下我们联议员 你怎么来看这些 委外的经营景点现况 我想这个最早的这个委外 就是城市光朗 那当时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创意的点子 所以其实它曾经风光一阵子 然后也带领了这种风潮 然后不只是高雄市到处在设立 其他的地方也在设 其他的县市在设 而且在高雄市也有其他单位在设 大家记不记得像那个好望角 好望角 就是在那个哨船头公园对面 那个不是高雄市政府的财产 但是他也在经营 就有点类似比照办理 所以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永远都不能够靠单一的点子 要持续非常的久 那当时当然在一开始做这样的一种 创新总是永远带有风险 带有风险 那在这个点子其实真的是还不错 那当时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像之前我记得很多的 我们之前其实刚刚科长讲的 因为他讲的他是公务局的 所以他没有把这个 我们其他的部分讲出来 像包括这个英国领事馆 包括孔庙 包括中列子 这个属于文化局的 那么在那个红灯码头 在那个齐金还有海洋局 现在有金发局在经营 那么在当时就是一窝蜂在做这些工作 同质性的东西一直在做 结果就产生太多了 其实本来这个市场就是有限 总体产值是有限的 所以你把它整个这样子拉开 非常的多的时候 当然这个喜欢喝咖啡的人 他就很多的选择 但是同时每个景点他就 这个利润就降低 好 好